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MOTO T 我是代班主持人 雅雅 重機停車的議題一直受到熱烈的討論 有些車子它的體積明明就不大 但是卻因為排色不一樣 所以必須要去找汽車格 給各位看一個參考表 我們這裡在螢幕上面 有興趣的可以自行按個贊聽 以白牌代表而言 HONDA 250WR它的長度2060mm 寬度790mm 往上看一個階級 黃牌的宏家騰STR 長度2007mm 寬度727mm 這是比較小型的速克達 Kawasaki定甲400 長度1990mm 寬度710mm 這兩個車款都比250WR來的小 但是卻只能去停汽車格 再來看一下 紅牌 Aprilia S660 長度1995mm 寬度745mm 所以它也比250WR的體積來的小 只是還是得去停汽車格 所以各位 這個現象呢 就造成了一個停車空間上的浪費 以及延伸出了許多停車篩關的問題 這個參考表 我們有把HONDA的工藝放進來 但各位我們不特別討論 因為像是這麼大型的旅行車款 我相信如果是車主的話 應該是不會想要把它停進汽車格啦 好啦今天我們的重點就是 我們要來實測 重機停進汽車格 到底會發生什麼樣的現象 今天呢我們會用J-MAX D-Class 來當一個代表性的車款 那同時呢會實測五個不同的地點喔 講到這裡你一定很好奇 為什麼汽車格要跑五個地方去測試呢 難道它的尺寸都不一樣嗎 各位觀眾我告訴你 汽車格的尺寸還真的都不一樣耶 走吧我們去試看看 GO 那我們第一個地點 就先從MOTO7公司附近的停車格 開始丈量喔 首先先來量長度好了 它長度的線其實沒有畫到底耶 沒關係我就從路原石突出來 後面這邊開始量 因為正常提摩車應該也是從路原石後面 開始算 OK它的長度 我們看到白線的最外圓 200公分 那寬度呢 我們的測量方式就是 白線的中間一半開始計算 因為這條白線你要分左邊你要分右邊嘛 那就找中間值 OK 這邊的寬度是 只要80公分好了 實地把一台近站四代停進來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齁 綽綽有餘 有沒有加完中柱之後呢 還是有辦法容納在車格裡面 下一台我們來換JMAX D Plus 好現在JMAX D Plus已經放到車格裡面了 我們先來看放側處 雖然側邊這樣看起來是 還在計車格裡面 但是 車頭比較斜的情況 你的後照鏡會去卡到旁邊的車 所以呢 應該是比較少騎士會 在這麼緊密的地方這樣子停 我們來看一下架中柱會是怎樣 好 我現在的前輪已經緊貼路原石凸起的部分 就是剛好跟路原石切齊 輪子的部分是還在白線之內 但是它的土廚跟車屁股就有一點點超過囉 對這是我們公司附近停車口實地丈量起來的大小 但各位很有趣的現象在明明是同一個區域 但是呢 這一個車格跟剛剛我們丈量的那個大小明顯有差異耶 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長度 對200公分沒有變 但是寬度就差很多啦 一樣我們從中間開始測量 我們就抓一個大概啦 中間的話大概是90公分 所以各位你看 一樣的區域喔 但是寬度就差了10公分耶 好啦 那我們要去下一個地點看 下一個地點我們來到公司旁邊的大馬路喔 實地來丈量一下 它的線沒有畫到底 但是正常騎士應該都覺得這個是我們可以停車的空間 所以就一樣從底部開始量喔 這邊的長度是216公分 寬度70公分 好 那接下來就來停看看JMX V Plus 好我們來看一下 把JMX V Plus駕車住 嗯 嗯 送OK的 它的左右邊其實是沒有問題 但是變得說提示一定要收折後照鏡 你不收的話就是會打到旁邊的機車 那如果說今天是駕中座的情況呢 好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 輪胎的部分呢是在機車格之內的 但是 車屁股還有它的厚土櫥一樣會敲出一點點 好啦那我們就去下一個地點實測看看吧 接著我們來到大賣場 要來實測一下它的車格大小喔 看一下 我們從車格的最前面開始量 長度大概是174公分 那寬度 寬度的話 大概是 轉到63左右 這應該是目前實測下來空間最小的車格了 給各位看一下喔 我們連近站停進來都已經要超過了 因為基本上它的後輪是已經壓在線上了 然後它的後吐槍以及屁股是突出來一點點 那更何況大型重金停進來 好給各位看一下喔 停好之後呢 後座墊有將近一半都是在格子外面的 所以像這種本來就是屬於私有財產的地方 它的格子就是看每一個企業去決定說它的大小怎麼計算 因為這不在政府規範的範圍之內嘛 那就是給各位自己選擇 如果今天你是大型重金的車主 你會想要把車子停在空間這麼小的停車格裡面嗎 各位現在來到我的母校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 那今天要來實測我們學校周邊的停車格大小囉 看一下喔 它的長度是大概200公分 寬度 寬度大概是80公分左右 實際停放JMS 效果如下 各位我們可以看到 後輪呢 跟土竹還有它的小屁股 基本上是有凸一些些出來的 所以這樣子的狀況 如果我今天騎的是差不多體積大小的車輛 我可能就不會想要停在這樣子的格子範圍內 好我們現在來到交通部的地下停車場 來看一下它的停車格大小怎麼樣 OK 交通部的停車 哇 長度是230公分 來看一下它的寬度喔 寬度大概 抓一半吧 落在92公分 哇 這應該是目前丈量起來 跟外面的停車格比起來最大的了 然後我們有發現 這樣子的空間大小是完全有辦法容納重型機車的喔 現場呢也確實有看到 有員工把車輛停在白牌的機車格內 我們去看一下畫面 我們現場確實有看到 大型重機是停放在機車格裡面的喔 它的前後左右甚至連後照鏡 都是在車格的範圍之內 連大型重機都有辦法停在這樣的空間大小內了 更何況是一般的機車呢 所以這樣子的空間對於機車還有重機騎士來講 就非常的友善 OK 各位我們已經結束了今天的實測啦 幫各位做個重點加要喔 經過今天一整天的試測 我們發現說 確實 機車格的大小有不一致的現況喔 有一些機車格的大小明明就是比較狹窄的 我連停放一般的白牌塑膠車 像是我們停的近戰四代 都已經有點擁擠了 那如果說今天是尺寸稍微大一些些的黃紅牌重機 停進去 勢必會有空間不足的問題喔 如果說各地的機車格 可以像是交通部底下員工停車場的大小 那我相信絕大多數的重機應該都是有辦法容納的 所以呢各位 我們覺得今天要不要開放重機停放在機車格的前提 所以機車格的大小是一個關鍵 再來如果可以把停車的決定權交給騎士 自由去選擇說 欸我的車子大小明明就沒有很大台 小小一台是有辦法停進機車格的 讓他自行去做選擇 我相信呢 這樣子可以釋出更多的停車空間 去改善停車空間的效率問題 再來呢也可以減少停車延伸出來的相關議題喔 好啦以上是我們今天的實測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阿雅我們有機會的話下回再見 掰掰 下一支影片底下有人留言 雅雅笑了 雅媽哈 好帥嗎 好帥 好帥